歡迎收看最前線新聞 我是張靜麟 世界球後戴資穎 今天在八強是對決速敵 伊瑟農 前兩局雙方是各局一勝 到了關鍵的第三局 小戴是全速加壓 還上演了反身的飛身撲球 最終就逆轉 擊潰了速敵 我國世界球後戴資穎八強賽 對上泰國好手伊瑟農 一局落後 接著連追兩局逆轉勝 闖進四強賽 距離金牌只差兩場勝利 一開賽 雙方殺了難分難捨 8比8平守後 泰國伊瑟農漸漸拉開差距 斜對角殺球 加上小戴多次掛網 第一局最終由伊瑟農 以21比14拿下 雙方進入第二局 第二局伊瑟農強攻 一開始就拉開差距 小戴一度只追到剩下一分差 但失誤過多 加上對手挑戰成功 來到8比11 雙方往前對峙 但最關鍵的是戴資穎連拿6分反超 最終以21比18 小戴頒平戰局 決勝局雙方互有領先速度追平 最關鍵的是小戴為了救球 鋪到地上 回擊把球打進場 伊瑟農也上前鋪 沒救成功 氣勢全回到戴資穎這邊 全台球迷看著熱血沸騰 最終小戴以21比18 逆轉奪勝 最好解泰國好手伊瑟農成登頂 世界第一是球後等級 目前排世界第六 過去跟戴資穎交手29次 雙方對彼此相當熟悉 第30次就是在奧運最高殿堂對決 小戴落後反超逆轉勝晉級 持續寫下台灣在奧運羽球女單紀錄 TVBS新聞台北台中 綜合報導 戴資穎的爸爸也是全程關注這場比賽 還好拼戰三局 戴資穎是順利逆轉奪勝 戴爸爸就說可能是他的體力比對方好一些 再加上落後時也沒有放棄 最終才能夠奪下勝利 戴資穎拿下第三局 冬奧羽球女單 順利晉級四強 戴爸爸正必高呼 因為過程實在太過驚險 除了第三局兩人一度你來我往 最後讓對手淚趴躺在地上得分 第二局下半獎之後 同落後最後拿下勝利 贊成1比1也是重要關鍵 由於戴資穎跟泰國的依色農 都是擅長假動作 兩人籌風類似 之前國際賽双方更是互有領先 因此除了戴資穎家人 認為這場八強賽 誰能減少失誤 並且有正常發揮 誰就可能拿下勝利 合戶教練也提醒他 必須要放空以往的對戰記錄 戴小戴最後 整個一個拉掉 以及結合他那個凸起往前變化 讓依色農後續的整個 這個體能下降非常的快 韓庫羽球教練 給戴資穎打了95分 認為他抗壓力夠 最後順利回穩 總算恢復實力 而接下來的四強賽 小戴將對上印度選手新度 只是如今解決了素敵依色農 戴資穎爸爸對於奪牌希望 內心也更加篤定 我感覺頭過的心 不是 畢了就知道啦 畢了就知道啦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今天的賽事 相信讓不少觀眾覺得 真的是看了充滿高血壓 因為先有戴資穎 再來林陽佩 現在就是小林同學了 林雲盧在同排站 對上的是奧恰諾夫 兩個人在過去 曾經有六次交手 也有私交 算是前隊友 因為曾經一塊攜手 在俄羅斯乒乓球連賽出戰 而這回小林同學 使出的是反手拍 要來對決前球王的 下蹲式反手發球 這是今年三月 林雲盧在世界桌球 職業大聯盟挑戰賽 對上德國奧恰諾夫的畫面 不愧是前世界球王 儘管奧恰諾夫已經31歲 但發球變化多端 再結合正反手 穩穩取得優勢 對手暫時領先 但19歲的小林同學 沈穩不急躁 慢慢追回比分 這球讓對手打出界 不過老將真的不好惹 在當時林雲盧世界排名第六 贏過奧恰洛夫第八名 但其實兩個人私交不錯 因為在俄羅斯乒乓球連賽 就是同隊隊友 桌球男單對戰 累積五度交手 林雲盧拿下四場 戰上風 這回東奧同排戰廝殺 兩個人各有優勢 因為林雲盧狀態超好 而且使用左手持拍 右撇子很難招架 加上揭發球能力略勝一籌 雖然對手經驗老道 但小林同學在台內用反手擰拉 進台也能快速銜接 只是要小心 奧恰洛夫的註冊商標 下蹲氏反手發球 小心被他打亂節奏 東奧斯強賽 德國奧恰洛夫 對上中國大陸馬龍 跟小林同學一樣 七局打好打滿 雖然最後落敗 但奧恰洛夫在2008年北京奧運 桌球男單拿銀牌 又在2012年 倫敦奧運同排戰 中斷桌球教父莊智淵的奪牌夢 讓台灣最佳成績止步似強 這回林雲儒有必勝決心 碰上一敵一友的全世界球王 不過這硬仗 德國總教練坦言可能很難打 雖然奧恰洛夫發推特說 要重新整頓迎戰銅牌 但小林同學絕對沒在怕 小林同學被稱為是審話王 私底下的個性也非常的靦腆 搭檔正義盡就說他們也是直到一次 輸球之後才打開了畫匣子 而且要是不知道聊什麼 那麼聊車子就對了 裴林雲也說他非常喜歡英國品牌的千萬跑車 對款式跟車型都很有研究 搭檔正義盡回想剛遇到林雲儒私底下話非常熟 直到有次球賽輸了 正義盡默默離開 林雲儒才主動找他聊天 後來就來問我說怎麼了 然後我們才在房間裡聊了一兩個小時 心裡話說出來從那個之後 就是變得說可以你一句我一句的這樣溝通 比賽嘛就是專心配戰 也只能在訓練中心裡面 上網看一些衣服吧 正義盡後來發現 林雲儒喜歡玩手遊聽音樂 如果聊到沒話講聊車就對了 觀察林雲儒IG追蹤人數9.2萬 但自己追蹤的人僅56位 其中大多數都是各國進口車的IG 過去培煉員也輸過 他對車的喜好程度 就是他如果喜歡就比如說車子 那他也會很努力的研究 林雲儒曾說夢想車就是英國品牌跑車 車身線條簡潔典氧 0到100公里只要3.9秒 售價破千萬 平時對車型款式研究的相當透徹 每個車子的型號啊款式啊 甚至售價都可以很明確這樣 國小教練也回想林雲儒童年練球十分勤奮 有時候累到快撐不下去 兩人會去做這件事 我跟我講說他真的練不太下去啦 認真練的話 那我們再堅持一下下 那練完教練當然去釣個蝦放鬆 國小教練誇讚 林雲儒總是會把球練好才會去做想做的事 林雲儒努力練球之餘 私底下也透過各種不同興趣好讓自己疏牙 TV的新聞陳文宏林玉涵台北報導 有滿滿天賦的林雲儒 甚至是在國小就被公股銀行球隊給簽下 成為半個銀行員 在球員時期能夠享有行員的福利 年中也能夠有運動員的特別獎金 就算是退役之後也能夠轉為教練顧問 甚至想在銀行部門工作也沒有問題 國小時期的林雲儒打起球來已有大將之風 同年齡的根本不是她對手 改到機會就是不留情扣殺下去 圍觀群眾的驚呼聲中 其實還有球探跟教練暗中觀察物色選手 2013年韓國東亞少年桌球賽 林雲儒獲得亞軍 當時的他其實已經是半個銀行員 公股銀行向重他的潛力 國小的時候就把他簽下來當作預備球員 提供營養金補助 等到18歲標現越來越穩定 也正式升格為五值等行員 月薪已經有三萬五千元左右 他享有正式行員的薪資 年終獎金 紅利 行員福利 還有這個球員的營養金 跟優異成績的特別獎金 行員該有的福利他都有 運動員的獎金更是少不了 這也讓林雲儒的家人能安心放他追求夢想 至於運動員最害怕的受傷或是過了生涯巔峰 這部分當然也有保障 運動生涯退役以後 我們球員也可以轉任教練 或者是顧問職 或者是銀行的這個行員 有句話這麼說 得牌後的運動員才有名字 萬一打不出身價 這時想轉換跑道又能去哪 運動這條路風險相當高 有強大後盾支援 選手跟家人才沒有後顧之憂 甚至有企業董事長 因為是林雲儒的粉絲 替他拍攝宣傳影片 讓世界都能看到這位 有天賦又很努力的球員 TVB的新聞何佳陽 謝倫倫 張若科 台北報導 世界排名第三的羽球最強男雙 李楊跟王麒麟 今天在次強賽 對上了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尼組合 兩人是輕鬆以21比11 拿下了首局之後 有了信心 攻勢也越來越猛烈 最終林楊配只花了28分鐘 就以直落二擊敗對手 前進金牌戰 我國羽球最強男雙 李楊王麒麟四強賽 對上世界第二的印尼大魔王組合 直落二擊敗對手挺進金牌戰 第一局林楊配勢如破竹 強攻11比8 對手回擊又出界 林楊配來到7分領先 甚至拉開到10分差距 最終以21比11 搶下第一局 第二局林楊配趁勝追擊 雖然曾經失誤讓對手追平 王麒麟多次殺球 印尼回球不及 李楊飛不救球 速度加快 衝到17比10 最終乘著氣勢 林楊配以21比10勝出 打進金牌戰 林楊配上一場打贏世界第四 日本組合 四強賽又打贏印尼組合 殺進金牌戰 不只刷新 我國羽球男雙最佳記錄 戰績一路到吃甘蔗 四強賽只花了28分鐘 就直落二擊敗對手 也兌現了賽前 說要以速度跟快攻取勝的方式 拿下金牌戰門票 只要林楊配繼續發揮默契 台灣球迷有信心 這回冬奧奪金 勢在必得 TPS新聞台北台中中的報導 嘉義嘉玲失敗 一口氣暴增了酒力 超越台北 主要是29號公佈的 確診者職場群聚感染 其中一位還住過台北萬華 謝謝你 卡住我 你那時候就給我 謝謝 指揮官也很關心 很關心 疫情指揮中心 醫療應變組的副組長王必勝 中午南下嘉義 因為水上一間工廠 一夜之前爆發9人確診 疫情從嘉義市的30歲 確診者往外擴散 同工廠包括老闆老闆娘 一共21人中 有7名員工 加上兩名同住家人確診 而員工住善地分散 編輯了水上 像泰表中埔還有鹿草 以及梅三等5個鄉 累計11人染疫 其中一名還沒有暗號的確診同事 還被發現是抗體陽性 曾經住在台北萬華 代表曾經染疫 讓嘉義縣各鄉券 動起來開始環境大消毒 醫療員工案15762 在26號27號分別到診所 看診還有回娘家 案15763 除了在水上圓華買早餐之外 還曾居過中埔的生活 百貨消費 而工廠老闆老闆娘 則住在水上 在14號到24號 乘到附近的早餐店用餐 222427連三天到農會前的商店街 買晚餐 但還好疫情期間 因為三級警戒 沒開放內用 在消毒完之後 陸續開店做生意 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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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医 外医 都吃了 都不可以 即日起到8月6號 提升本縣的防疫管制措施 爆發工廠群聚 下一線警戒自主升級 嘉義室也同步跟進 餐廳即日起到8月6號 禁止內用 也暫停公計 而縣府公所辦的活動 全部暫停或取消 拉高防疫規格 甚至架設了三大篩檢陣 不讓疫情再加以失控 TB新闻 基建科恩嘉義報導 讓人看了心臟都快要停的 桌球男丹 銅牌戰 結果出爐了 連線給洪俊瑋 好 主播 今天這一場 黎玉如的初賽 其實讓大家看到了 心跳得好快 胃好痛 因為又打到了7局 在第一局的時候 我們是先以1比3落後的 但是小林同學 還是使出他招牌的反手擬 要對上德國奧恰洛夫的 下蹲式反手發球 這三個人 這兩個人 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都非常的精彩 林玉如的抽長球 接著測身 在發接球上面 都是站上風的 而且長短球 變化也很靈活 不過對方奧恰洛夫 也不是蓋的 畢竟他是前球王 而且是一個31歲的老將 經驗非常豐富 現在林玉如的只有17歲 世界排名是第6 而對手則是排在第8 但是在第一局的時候 是先讓奧恰拿下了第一局 我們是以11比13 暫時落後的 而到第二局 其實對手 奧恰洛夫要判斷小林同學的球路 其實也很不容易 這兩個人 是一路站到了7比7平手 接下來林玉如打開來了 出現連續得分機會 也把比數拉到了9比7 不過對手要防守我們林玉如的拧球 轉到他側身攻擊的線路 因此在這個第二局的時候 我們是率先逼出了局點來到10比8 而最後對手失誤擦網 讓他搶下了第二局 林玉如是以11比9拿下 現在是1比1 而第三局的時候 我們在一開局也拿下兩分取得優勢 不過在這個發長球的策略 林玉如是比較有效的 可以破壞對方的揭發 不過最後想要去拼球的時候 奧恰想要拖長球 但最後是被小林同學給抓到了 因此第三局我們還是先拿下 以11比6領先 不過第四局的時候 其實在今天奧恰洛夫 比較好掌握一點點 而且教練也有跟林玉如說 要打硬一點 我們是比較占上風的 不過奧恰的下蹲是反手發球 攻勢還是很猛烈的 因此比到第四局 我們是比較落後的 而且比分差距蠻大的 這一個我們是以3比11 輸了第四局 而這個前四局 其實我們都各拿兩局 是站到2比2平手的 不過第五局一開始 讓奧恰的發球有失誤 因此他被判了罰分 但這個第五局的一開始 我們是先拿到分數的 而在這個第五局 其實在整個比分的上面 我們也是用光速回球 用反手擰 還挖坑給了對方跳 林玉如的第五局 整個手感很火燙 最後我們是拿下了11比4 這個比分也是大超前的 在第五局的時候 我們是以3比2暫時領先 看到這邊大家都很希望 林玉如在第六局就贏了吧 不要再打了 不過兩個人真的很緊繃 不只觀眾看到緊繃 他們在賽場上也很緊張 在第六局的時候非常關鍵 不過一次又一次的 大家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了最後 林玉如本來是先有 三個賽末點的 但最後都被對方化解了 我們在第六局的時候 是以13比15落後給奧洽洛夫 進到了第七局 而到了第七局 其實在整個奧洽拿到了第一分之後 對方的氣勢有點壓迫到林玉如了 因為兩個人就陷入了苦戰 同排戰要打到第七局真的很累 不過我們一開始兩個發球都沒有守住 被對方打到3比5落後 不過中後段的時候 其實奧洽的得分是一個接著一個得的 我們來到了3比9壓力真的好大 這個場上的教練也跟林玉如說了 要避免失誤 不過其實這些壓力的比分的影響 還是會對心態上面 有不少的一個壓力 但是小林同學其實沒放棄 還是繼續追 從5比9拼到6比9再拼到7比9 本來以為整個比分可以慢慢拉接近了 但最後還是很可惜 以7比11給落敗了 在七局裡面 我們是以3比4落敗了 雖然這一次小林同學 沒有辦法能夠再拿下第二面銅牌 不過他前前在混雙的時候 已經拿下了一面銅牌了 這一次能夠對上的這一些都是球王等級的 19歲的林玉如在這一次東京奧運的賽場上 也是讓全世界的這個桌球團 都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大家都在看他的球路跟他的球風 還有這個小子到底是怎麼養成的 怎麼會這麼厲害 未來在所有的國際賽事跟未來的奧運上 想必林玉如會是大家的重點對手 真的雖然很可惜無約銅牌 高雄的個案到這個台北的聚會 那到今天我們這個累計已經有四個 特殊交友圈延伸的15770是30多歲男子 21號在15744家中聚會 三天後開始咳嗽紅痛 醫療追溯出前一天確診的15770旅館男 15744和一名友人 13號到16號在兩家旅館聚會 這名友人也被定調成指標個案 這指標這位陽性指標個案 在7月1號到7月4號 這個也是密切接觸的友人 在台北有明顯的聚會 那這樣的聚會 我們姑且稱之為這一群人叫做X-Man 男性特殊交友圈高雄師傅命名為X-Man 具體有多少人還在掌握 但指標個案7月29號篩解PCR陰性 血清抗體卻是陽性 研判可能沒有傳染力 只是他7月1號到7月4號到台北 參加X-Man聚會 回高雄後還到處趴趴走 和朋友到多家飯店造成私人染疫 他的活動力相當相對的強 我們講個人房屋的一個狀況 狀況並不是相當的落實 被傳染的15770 個人房屋沒有很落實 是否選擇公布足跡 也怕特殊交友圈擴大 市長陳其邁下令 針對旅宿業和汽車旅館徹查 要是業者不管客人辦Party 最嚴重可能斷水斷電 警方也針對非必要聚會加強積茶 你們住家嗎 住家請他正式喔 一度躲在小房間 還是被警方找到高雄露竹 這處民宅28號半夜 屋主找7位好友泡茶聊天 警方上門還不敢承認 其實這處私人廟談常常大聲喧嘩 7月以來就被檢舉3次 警方怎麼勸都講不聽 這回再被抓到 警方依法拒罰 8人各裁罰3千元 TB 電視新聞 趙麗松家磚高雄報導 又有算命師到處的騙財騙色 他把箱形車改裝成行動套房 這裡頭有床 還有洗手台 犯案完就能夠清洗滅鎮 至少有3人受害 戴著黃色安全帽 雙手上銬模樣狼狽 誰也想不到他就是這回涉嫌性侵的 65歲黃姓算命師 等於是幾乎配備他都是 都在上面的 都是他擺攤的器具 以致 警方調查 黃姓男子改裝箱形車 開到哪 算命算到哪 挑選新北的觀光景點擺攤 以一次200元的低價 號稱看首相面相 還能治百病 由信眾上當 直接帶進車內做法 前面犯案的地方 就是在他的箱形車上 裡面除了有床之外 甚至是還有小型的洗手台 甚至是自己牽的管線 可以在犯案之後 立刻清洗滅鎮 進一步調查 發現受害者至少3名 其中一人從105年開始 還是一名高中生 被學姐推薦找黃姓算命師 消災解惡 卻是噩夢開始 除了付出約6萬的費用 甚至被性侵上百次 口中的學姐還會在一旁幫腔 要她配合做法 直到她向大學輔導老師提起案件 因此曝光 她也會逼這些已經受害的這些被害的女子 然後讓她們就是恐嚇她們就是說 替她甚至替她找尋一些被害的 其他的被害對象 只是這名學姐也自稱是受害者 她功成多年下來也給了30萬 甚至還遭算命師恐嚇 如果不配合找新對象將要公開不雅印象 常在臉書PO出個人照片到處遊玩 還會像這樣子拿著神機妙段的布條片材騙色 這位嫌犯可曾算過自己也有遭收押禁見的一天 欺負被害人的下場 從這刻起得好好贖罪 有渣別集團專門在臉書社團 尋找想要買精品包的消費者 光稱有限貨還會附上購買證明 讓被害人降低借新匯款 而錢一拿到就消失 外型小巧精緻一手就能掌握 這款LV化妝箱上市後在官網或實體店都缺貨 原價27000元 網路上有賣家函出23000就買得到 消費者匯款後才知道一切都是假 因為他那時候就跟我說他在微風買的 然後其實他跟市價差大概兩三千塊吧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不會是騙人的 因為警察有跟我說這個帳戶 已經就是有被人家報案過了 前番鎖定想買精品包的消費者 在各大社團私訊買家 自稱有現貨還會傳各種角度的商品實拍照 取信被害人 收了錢後就失聯 目前已知被中男都有消費者受害 他只有說寄出的時候會給我那個發票 因為他的照片全部細譜都有拍出來 我覺得那不是假的 就是用其他帳號去蝕密他的時候 他也是有在賣東西 另一名買家則是看中這款 Gucci相機包 而手價一萬五 初次購買精品包就被騙 詐騙集團事先調查市場上 哪些包款搶手 再到各大購物社團尋找目標 一般人光從照片難以判斷真假 但達人一看logo就知道可能是假貨 花大錢買名牌包最好還是在實體通路購買 業者會開立保證單 消費者和店家各留一份 日後有糾紛不怕求場無門 疫情期間大家避免外出 網路購物更要小心避免成為詐騙集團 嚴重的肥羊 Gucci的新聞成員 簡宇錡新北市報導 這回冬奧經常聽到有我國的選手受傷 但靠著隨隊的醫護人員使用一種雷射針灸 就能夠緩解肌肉痠痛 這個雷射儀的話它沒有刺激性 雷射儀器靠在患者腳踝處發射紅色光束 讓人看到有點怕怕的 不過醫師說雷射光正在以電磁波累積能量 刺激穴位跟關節其實不會痛 也是這一次台灣奧運選手們的輔助神器 我平常隨隊的時候習慣會攜帶的儀器 它就是便利性比較好 然後也有非常多頻率可以選擇的一個低能量雷射儀器 高雄長根醫師隨行冬奧跨海分享治療密器 這次冬奧柔道奪下銀牌的楊勇偉 比賽前後靠著雷射針灸緩解 尤其是手臂關節處肌肉最常拉傷 在隨隊期間可以選用比較簡便的雷射儀器 在場館 醫務室處理選手過度使用 或是急性損傷的肌腱炎拉傷等狀況 女子跆拳道選手羅嘉玲 也曾利用同樣的雷射棒消除痠痛 羽毛球運動員李楊 也靠著雷射針灸緩解肌肉緊繃 有別於傳統針灸要忍受穿刺皮膚 透過雷射儀器保養運動員的關節肌 腳會感覺到像一些痠碼 或是比較偏痠感 然後比較緊繃 肌肉會有點開始感覺到放鬆 不過它的進程是相對比較緩慢的 針灸在進程會 有一個明顯的破皮 就是競爭破皮的感覺 那這個就不會有 雷射針灸除了緩解肌肉痠痛 也能預防性的抗發炎 或增進血液循環 所以也是台灣各項運動選手們 訓練期間不可缺少的一環 TVBS新聞 徐晉鴻 高雄報導 李楊佩真的是太威了 在四強戰擊敗了對手 殺進金牌戰 兩人的家長也一塊關戰 李爸爸就說開局就曉得沒問題了 要連線給黃靜寅 好啦沒錯 黃金羽球男雙組合林陽佩 在稍早的時候是成功擊敗了印尼 這個強勁的對手 世界排名第二 其實大家有看到的比賽的話 都會發現說他們其實在第一局的時候 就把這個攻擊的這個主動權是握在自己手上 所以第一局他們是以21比11先拿下了領先 第二局他們其實也是一直積極的來進攻 最後當然也是沒有問題 21比10是直落而拿下這個勝利 而且還成功闖進了金牌戰 其實今天雨協他們也包下了場地 讓李楊的爸媽跟王麒麟的爸爸 是在現場一起觀戰 而且在激動的時候其實他們雙方家長還會站起來像是擊掌 或者是一起來喊聲擊氣幫對方的兒子來加油 其實在最後勝利的時候他們也是非常的感動 先來聽一下稍早他們最新的訪問 他今天對於齊麗的表現怎麼樣 呃90以上 李楊比較好 第一局贏了嘛 那我感覺到第二局開始的時候 欸就要鎖住就可以了 剛剛開始還是有一點膠著嘛 那膠著的話最後他能夠再拉開筆數拉開 那我相信這個已經成熟了 那這樣我知道後面就應該是沒有多大問題 這個是 可以聽到李楊的爸媽呢 跟這個王晴的爸爸在現場 就是對他們的兒子評價非常的高 尤其他們也是互相說兒子今天都幫了非常多的忙 也cover到互相 不不用說這個李楊佩的這個默契真的是絕佳 不過接下來他們更期待的是 說這個李楊佩是可以幫台灣再拿下一面金牌 不過我們其實剛剛也有注意到說 像今天在場上的也是他們的這個教練 陳鴻林他們之前就說 只要這個教練在場 其實就是他們的定心丸 以上是目前在現場的最新狀況 時間盡頭先攪還給棚內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